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知识法语极要 尔时普贤菩萨摩赫萨 告诸菩萨及善才言 善男子 如来功德 假使十方一切诸佛 今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及为成数捷 相续言说 不可穷尽 若欲成就此功德门 应修十种广大恨愿 欲者 礼尽诸佛 二者 称赞如来 三者 广修供养 四者 忏悔业障 五者 随喜功德 六者 请转法轮 七者 请佛注释 八者 藏随佛学 九者 恒顺众生 十者 普皆回向 三者 佛杨和内 迪 Bears英雅 汪杨 彼尔时 毕杨祸 三谷杨 三谷杨 陪薯杨 修容 三谷杨 二者 佛杨 二者 情供与勘 三谷杨 三谷杨 五者 乃杨 华祸 二者 藏随皂 平沙 四者 佛杨 三谷杨 三谷杨 五者 金子 黑木教法轩 善男子 视为菩萨摩赫萨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若诸菩萨与此大愿 随顺去入 则能成熟一切众生 则能随顺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 则能尘满普贤菩萨诸恨愿涵 菩萨与此大愿 菩萨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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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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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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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贤菩萨与善才同子言 善男子 我于耳朔解海中 自亦未曾于一念间不顺佛教 于一念间生称汉心 我我所心 自他差别心 愿离菩提心 与生死中起疲艳心 懒惰心 障碍心 迷惑心 为助无上不可取坏 即一切至诸道之法大菩提心 善男子 我庄言佛土 以大悲心救护众生 教化陈旧 供养诸佛 是善之士 为求正法 鸿轩护持 一切内外 西皆能舍 乃至生命一无所令 一切结海 说其因缘 结海可尽 此无有尽 善男子 我凡海中 无有一文 无有一句 非是舍失 转而王位 而求得者 非是舍失 一切所有 而求得者 善男子 我所求法 且为救护 一切众生 一心思为 愿诸众生 得闻释法 愿以至光 普照世间 愿为开世 初世间至 愿令众生 悉得安乐 愿普称赞 一切诸佛 所有功德 善男子 菩萨如是平等 饶以一切众生 何以故 一 菩萨若能 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 供养诸佛 若于众生 尊重成事 则为尊重成事 如来 若令众生 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 如来欢喜 可以故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 而为体故 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成等正觉 二 譬如 旷野杀器之中 有大树王 若根得水 枝叶花果 西街繁茂 生死旷野 菩提树王 亦复如是 一切众生 三 何以故 若诸菩萨 以大悲心 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 阿尿多罗 三秒三 菩提故 事故菩提 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善男子 如于此意 因如世界 以于众生 心平等故 则能成就 圆满大悲 以大悲心 随众生故 则能成就 供养如来 菩萨如是 随顺众生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恼尽 活此随顺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云一叶 生云一叶 无有疲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此大愿 与此大愿 受持读读诵 乃至书写一四句计 素能除灭 五无间业 所有世间身心本病 种种苦恼 乃至佛刺极为尘数一切恶业 皆得消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久当如普贤菩萨 素得成就为尿色身 据三十二大丈夫相 若身人天 所在之处 常居圣足 稀能破坏一切恶趣 稀能远离一切恶友 稀能制服一切外道 稀能解脱一切烦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男子》 《善男子》 若闻若闻若信此大愿望 受持读诵 广为人说 所有功德 除佛世尊 与无知者 世故如等 闻此愿望 陌生一命 应当地受 《善男子》 所有功德 除佛世尊 与无知者 世故如等 闻此愿望 陌生一命 应当地受 受已能读 读已能诵 诵已能诵 乃至书写 广为人说 是诸人等 于一念中 所有更远 皆得成就 所获福聚 无量无边 能于烦恼大苦海中 拔击众生 定期出离 借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本法语节目 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 继续踊跃 顾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文职 顾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 中华印经协会 一つの情人文化 二次 世界中华印经华印经华印经卧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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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不要跟师智长辈争执 是重要的相处之道 你要顺势而为 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 他有可能会常说 这不是我家 我要回家 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 也不要去辩解 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 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 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 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 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 引起他的兴趣 转移他的注意力 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 问你十遍以上 当时我可以吃饭 你要耐着兴致 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 你刚才吃完呢 不然我们现在来散步好吗 多赞美他 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 顾到他的尊严 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 爱基雷哦 天主教师至老人基金会 电话02-2332-0992 人畜轮回转世 有位学佛的师兄 每天都会给一些年轻人讲佛礼 这天他说到了善恶有报 轮回转世 善恶有报 即使行恶的人今生没有遭报 那来世也一定会投胎牲畜 凄惨无比 我可不信这些 什么果报 什么轮回转世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是啊 我也认为这些事情不可信 谁又能知道那些作恶的人 死后的事情呢 就是嘛 就算他们真的转世成了牲畜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那些牲畜就是他们转世的呢 哈哈 你们不相信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们一起 曾经发生在上海 真实的人畜轮回转世事件 啊 难道还真有歧视 赶快跟我们说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话说在上海市郊 有一位无业游民 名叫周大虎 这人一向不务正业 胡作非为 死老头 今天你还不还钱的话 我就打死你 我不是已经把那五千元还给你了吗 还有一千元的利息也一起给你了呀 哦 是吗 谁说利息只有一千元呢 那 那利息应该是多少 利捆利 一共应该还我一万 啊 一万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啊 没有钱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哎 哎 今周大虎实在是太口误了 是啊 他简直就没有人性 这样的人 终究会遭到报应的 报应 老子我不怕 你再说一句老子的坏话看看 信不信你先遭到报应 周大虎性情凶悍 横行霸道 鱼肉乡民 当地的乡民都为之若虎 啊 避而远之 哈哈 大家都怕我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哈 后来这位做多端的周大虎 突然大病不起 生命危急地向风中残烛了 怎么回事 这几天好多医生去周大虎家里了 你不知道吗 周大虎前些日子突然得了重病 好像快不行了 听说好多医生都说没办法医呢 真是恶人有恶报 周大虎做了那么多缺的事 这次终于遭到报应了 医生 医生 请您一定要想想办法呀 不是我不想办法 我是人不是神 这病实在没法医 你还是另起高明吧 真是报应啊 周大虎这个恶人的日子 是到头了 是啊 做了那么多坏事 总算是得到报应了 就在周大虎躺在床上 被病痛折磨的奄奄一席时 她的妻子请来了一位 云游到此的师父 师父 您看看我先生有没有救啊 老公 这位师父是云游到我们这里的 我请他来帮你看看 师父救救我 你平日无恶不作 罪孽深重 如今罪恶满身 已接近英国报应的时候了 我看你还是趁早忏悔弥补罪过吧 要不然你死后一定会转世为猪的 啊 这么说 我丈夫已经没有救了 这时候 病入高荒的周大虎 已经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 再听见师父这么说 心中不禁惶苦万分 虽然后悔自己一生荒唐 但事到如今一切都晚了 可想到将来要转世为猪 仍觉得不甘心 于是他勉强伸出左手 放在胸前 做个忏悔的样子 啊 可惜呀可惜 你仅仅以一只手礼佛 还是难脱转世为猪的命运 这大概是自作孽不可活吧 虽然如此 你的左手还是可免生于猪行 而且也可以免去挨刀之苦 几天后 周大虎便带着一身的罪孽 离开了人世 众乡亲对于这个恶贯满盈的恶人之死 莫不恶手称庆 活该 罪有应得 周大虎又惊天 报应 报应啊 就在周大虎死去的第七天 格林张文福家的一头母猪 生下了一只怪猪 我的天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小猪前面的左脚 竟长得和人的左手一模一样 天哪 这只小猪竟然长了一只人手 是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难道 难道这头猪是周大虎投胎转世的 啊 你为什么这么说 是啊 有什么根据吗 那天 云游的师父曾经对周大虎说 你只以一只手礼佛 还是难脱转世为猪 不过你的左手还是可免生于猪行 看来这世上真有因果报应啊 行恶的人来世会坠入畜生轮回 一点都不假 活该 你以前作恶的时候 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吧 周大虎投胎为猪的消息不进而走 附近的居民都把此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 你听说了吗 那个作恶多端的周大虎投胎成立只猪 听说了 我还去看过呢 那种恶人就该遭到这样的报应 有的老年人更以此事来教导子女 你听到没有 做人千万别做坏事 否则会变成猪的 因为周大虎就是一面活镜子 周大虎的妻子 不忍这只猪遭到屠宰之苦 便花很多的钱向张文福买下这只猪 然后送到上海市的宝华寺放生 希望你在这里能够真心忏悔自己过去的罪业 说也奇怪 每次有人到园里去参观 那只猪就东躲西藏地挤在猪群中 好像没脸见人似的 从这种迹象看来 人们更相信那只猪就是周大虎转世的 那只猪被周大虎的老婆买下 放生在这里 我带你去看看 嗯 我真想看看那个坏人现在的狼狈样子 那只猪在哪啊 你看在那里就是那只猪 它就是周大虎转世的 报应 真是报应啊 你们看 这就是当时报纸上刊登的照片 真是没想到啊 人畜轮回 竟然真有奇事 是啊 今天终于知道 原来善恶有报 作恶太多终究会遭报应的 所以我们应该一心向善才是 阿弥陀佛商净土 沉浮度众生 进宰生